瑞芳的瑞峰桥因为桥林已经超过了30年 因此桥梁必须配合治理计划改建 而在民意代表这两年的催生下 瑞峰桥预计21号要举行开工动土典礼 通往瑞芳区爪峰里的连外桥梁也就是瑞峰桥 因为桥林已经超过20年 在基隆河治理计划依200年频率洪水进行河道整治 瑞峰桥的桥台位于治理计划线内 因此桥梁必须配合治理计划改建 地方说这座桥的意义重大 现在要来改建 地方也相当的期待 瑞峰桥的孩子要设置中 都要去嫁人或是要去生家 就是我们地方大佬李建和先生 那句就监线和大方的本财 刚才我们就成立我们这次的瑞芳国中 那句是瑞芳瑞宗 当时就是因应这样 我们这个瑞峰桥就是那句来建起来 瑞芳桥三条地区 那唯一的桥梁就瑞峰桥 因为配中央配合中央的基隆河整理自己计划 那也考量说整个瑞峰桥是有落灯的桥梁 那对整个基隆河排行是有影响 所以这次我们事务整起中央的补助 地方也提出瑞峰桥如果顺利改建 周边的景观也希望能一并改善 尤其基隆河流域的高滩地 能以较清水的方式配合桥梁景观 至于改建期间将会僻建临时桥梁 以维持交通洞线 在这个安议园大力的本质之下 我们市政府主席长的支持 总算有一个 我们在这个五个人 就要开工 要来行政新的救 那在施工期间的话 在上游段差不多20公尺左右 做一个便桥 那便桥就维持我们想要提供 日常的与交通的通行 瑞峰桥要改建 地方都乐观齐程 新桥外观造型将以牛车车轮的造型呈现 21日也将举行开工动土典礼 届时也欢迎民众一同共享盛举 杰成为瑞芳采访报导